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又到了我們的五本投資系列 這次的五本投資系列 要跟各位介紹的項目 是跟我們非常有緣的項目 這個項目叫做EGO Network 那我原本是沒有找到這個項目的 是因為我最近打算創立一個自己的虛擬貨幣 然後我想說我們叫做飛鷹嘛 所以我想創立一個虛擬貨幣叫做EGO COIN 然後結果上網搜尋了一下 才發現原來已經有一個項目叫做EGO Network 那我挖了一個月也感覺蠻符合我們的頻道特質的 所以這次就決定來介紹這個項目給大家知道 事不宜遲 馬上接受我們今天的介紹吧 這個項目背景我個人認為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我翻遍了他各個社群網站 都沒找到這個項目的創辦人 或是他的背景甚至連長相都沒有 完全就是空空如也 那這個項目我除了找不到他的製作團隊之外 連他的白皮書都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拍幣非常相似 不管是挖礦方式、安全圈的建立 或是邀請人所增加的算力上 我個人認為都跟拍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項目也是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去做一個操作 那如果你是想要有好一點前景的 麻煩去挖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拍幣 那我們還是一樣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它的挖礦方式 還有它是想如何增加算力的 首先我們到了Google Play下載這個APP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有興趣的來自行下載啦 那這個APP目前只有在Google Play可以下載 iOS可能只能用電腦裝模擬器下載 安裝好後我們打開它 打開後就會進到這個介面 看你喜歡用哪個方式進行註冊 個人是建議用Google 最好是那種沒有什麼在用的帳號 確保你的Google帳號資訊不會因此外洩 點擊後就會進到註冊的介面 它的註冊介面非常簡單 只有三項要填 第一項是你的真實姓名 使用你的護照上的英文姓名進行註冊 不然之後KYC時可能會過不了 那你這陣子心血就付諸東流囉 第二項填上你的帳號 這個同時也是你之後邀請別人用的邀請碼 第三項則是邀請你的人的邀請碼 如果你朋友有挖的話 可以使用你朋友的邀請碼 如果你朋友沒有挖的 歡迎使用我的邀請碼 baron112233 一開始就會先送你10個EagleB 那把所有資訊都填好後 按下確定就創建成功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如何挖礦 非常的簡單 把正中央正在閃的老鷹給它按下去 就成功挖礦了 那每24小時都要回來點一次才可以繼續挖 你每天挖的數量可以從下方的history中看到 如果你想要增加挖礦速度的話 就要邀請人了 複製你的邀請碼給其他人 每成功邀請一個人可以增加25%的挖礦速度 想要了解你目前的挖礦速度的話 請回到首頁 並且中間的挖礦圖案 就可以了解你目前的挖礦速度了 除了單純的挖礦之外 也可以透過裡面的轉盤遊戲 獲得免費的EagleB 雖然轉盤可以獲得的數量不多 但聊勝於無話 好 那關於這個APP的操作介面介紹就到這裡 接下來就讓我發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個人對於說它的目標人數一億是吃之以鼻 我覺得它可以有100萬就該投銷了 它這樣拍的關係很像是狗狗幣對比特幣一樣 它就是一個拍幣的放盤 不管是它的整個介面還是增加順利 或是一些其他的白皮書之類 我覺得都跟拍幣有七成左右的相似度 而且找到它的創作團隊 也沒看到什麼基本面之類的 真的很難讓人幸福啊 但我就是抱著嘗試的心態來做一個挖礦的動作 畢竟說不定它就有一天會像是狗伯幣一樣 瞬間一費充電啊 畢竟各位知道 有時候虛擬貨幣就是那麼的突然 可能我只需要某一位大神給它發個幾個貼帖子 可能像我們的馬斯克給它來個說 我今天感覺到老鷹應該在天上飛了 我們的老鷹幣就瞬間一費充電了 所以沒有人說了準說它到底會不會一費充電 反正我就是抱著不挖快不挖 反正我都沒有付出什麼 就是每天給它按一下 20小時給它點一下 那鑽一點至少我們在車上嘛 之後假設它真的上市了 被它暴漲之後我才會開始後悔說 哇!我當初有沒有挖這個幣 那我們還是回到原本我們講的 如果你是想要好一點前景的 你是想要比較有機會可以成功上到交易所的 麻煩去挖牌幣 我個人真的覺得牌幣其實比這個什麼EGO幣好太多了 好!那今天的EGO Network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私訊我的粉絲追 和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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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